我家拆迁了 这个喜讯我第一时间和我女友分享 可万万没想到她家竟然因为拆迁 把38万的彩礼提升到200万 我不同意就被我拳打脚踢 那一天 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家人丑陋 贪婪的嘴脸 建国 咱家要拆迁了 我刚回家 母亲就告诉了我这个好消息 真的 本来送了一天外卖被累成狗的我 一下子精神起来 拆迁 竟然是拆迁 没想到我薛建国也能等到天上掉馅饼 我听人说是里面的意思是准备建厂 挺着急的 所以给的赔偿款也多 咱家能给多少钱 我有些忐忑地问道 不要房子的话 能给咱家500万 500万 我一下子争重 这和中了彩票有什么区别 生活中所有的难题都迎刃而解 这回不用犯愁你的彩礼钱了 我母亲如是重负地说道 前段时间我去女朋友家商量彩礼的事 她家一口咬定彩礼要38万 这笔钱可把我筹坏了 我家的家庭条件一半 38万对于我家来讲类似于天文数字 东拼西凑 再加上我每天没日没夜的干活 还要动用父母的棺材本 才能填上这个大坑 从前我光听说彩礼要人命 但没有感觉 现如今老丈人家张口要38万 彩礼就跟要38块钱似的 我这才意识到生活的艰难 可我的运气是真好 真的好 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 我家竟然拆迁了 从天上掉下来500万 38万的彩礼从无法承受 忽然变成一笔不大不小的钱 这让我很是开心 如烟 我家拆迁了 我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我女朋友 她也很高兴 给了多少钱 500万 我得意地说道 那太好了 彩礼不是事 咱俩能结婚了 女朋友也很高兴 我们聊了很多 从结婚到要几个孩子 畅想着未来 一直说到有了孙子 我俩看孙子的遥远未来 沉浸在幸福中 我们怎么说都说不够 因为要建厂 是里面催得急 接下来两天 我都在处理相关的合同 第三天 我拎着两瓶五粮叶 去老丈人家 走路的时候 我的脚都发飘 想来老丈人会对我刮目相看了吧 还记得上次去女友家里 未来的老丈人 对我冷嘲热讽 根本看不上我这个穷小子 这回我成了拆迁户 我心里大笑出声 什么叫默契少年穷 什么叫三十年合同三十年合习 万万没想到 有朝一日这些事 落到了我头上 穷小子摇身一变 成了百万富翁 虽然现在百万富翁也没什么 但足够支撑起一个家庭的 来到女友家 女友打开门 可是他没有应急地 给我拿拖鞋 也没有满脸笑容 他的表情很严肃 离我上次来家里商量 彩礼钱的时候还要严肃 完全没了我俩前两天 畅想未来的开心与愉悦 好像发生了什么 我马上意识到情况有变 这是怎么了 我微微一震 建国来了 过来坐 未来的老丈人 拍了拍身边的沙发 陈生跟我说道 和我想象中不一样 好像哪里出了问题 我疑惑地走到 未来老丈人的身边 小心翼翼地坐下 建国 听说你家拆迁了 是我心里一僵 感觉上他说的话 应该和我家拆迁有关系 天上掉下来这么大一张 馅饼竟然砸在你们学家团上 真是 老丈人抽着烟 羡慕极度地说道 甚至 我能从他的语气里 听出少许恨意 或许是我听错了吧 我心里想到 赔了你家五百万 是 现在彩礼钱不成问题 我和我爸妈商量 我一句话没说完 老丈人直接打断了我的话 三十八万彩礼 那是从前 你家不是拆迁了吗 彩礼涨到两百万 没问题吧 老丈人血眼看着我 淡淡说道 看上去老丈人是在问我行不行 但我知道他只是在通知 我彩礼从三十八万涨到两百万 为什么 凭什么 我争了很久 老丈人见我没第一时间回答他的话 很不高兴地说道 穷人诈父 就知道你小家子气得厉害 伯父 不不不 我就是一时没反应过来 我连忙解释道 才两百万 你家不是拆迁赔了五百万吗 怎么跟要你命似的 未来的丈母娘比一道 就是 看她那小气劲 来老丈人家 零五粮液 也特么不知道拎茅台 有这么不开眼的女婿吗 女友的弟弟在一边边玩手机边说道 面对他们一家人的围攻 我心里很难受 想象中的一切都没有 有的只是贪得无厌 五粮液都不行 非要茅台 我看他们一家人长得像茅台 当他家人训斥我的时候 我女友一句话都不说 他坐在不远处低着头 不知道想着什么 任凭他家人围攻我 伯父伯母 我上次来说好的彩礼三十八万 我坚持着 那是当时 现在你家不是拆迁了吗 此一时彼一时 你不知道啊 可拆迁不拆迁地和我们结婚 两百万 一口价 女友的母亲说道 而且这笔钱不能让如烟带回你们小家里 留在我家 我听到他这么说 一下子傻了眼 彩礼还有这种用法 看他们的意思 应该是要把彩礼扣下 给我女友的弟弟结婚用 这么不合适吧 我小声嘟囔着 我就说他是个小气鬼 女友的弟弟把手机猛得一摔 指着我鼻子说道 还两百万 他特么连三十八万都不想给 建国 你们谈恋爱也好几年了 我家可一个不字都没说 从来没嫌弃你家穷 你这孩子 想什么呢 我们是贪图你两百万的人家吗 我们只要你一个态度 你和如烟要结婚 以后你的就是如烟的 我们要的是这个态度 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 现在就心疼那点钱 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 约有一家人七嘴八舌地说道 态度 他们想要的就是一个态度 我很不高兴 可说起态度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 谁特么知道是怎么回事 如烟 你说句话 我看着我女友 无可奈何地说道 你让我说什么 女友低着头 没看我一眼 说好彩礼三十八万 怎么忽然就涨价了呢 不能看我家刚拆迁 然后就坐地起价 不是 你吼什么 女友的母亲大声吃到 我一下子猛了 刚刚那些话 我用很温柔的语调说的 怎么在他们这里 就变成吼了呢 和态度一样 吼不吼都要看人家怎么说 你家拆迁了 有钱了 就看不上我家如烟了呗 女友的母亲 阴阳怪气地说道 不不不 没有 没有个屁 还没结婚来我家 就赶指着你丈母娘的鼻子吼 这要是放结婚后 你还不得气在我们 伯庚子上作为作福 什么肚子人啊 你以为你有几个破钱 就了不起了 当着我的面欺负我姐 女友的弟弟 抄起烟灰缸 奔着我砸过来 我一下子猛了 这都什么跟什么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当头挨了烟灰缸 烟灰四散 瞇了我的眼 我一边擦眼泪 一边想要解释 可刚张嘴 烟灰枪的我直咳嗽 你还敢降嘴 女友的弟弟上来就是一脚 静止踹在我肩膀上 随着我倒下 他骑在我身上 左右开弓不断抽我耳光 我被打猛了 我做什么了 什么都没做 事先谈好的三十八万彩礼 我捏着鼻子刃了 为了挣到足够的钱 每天风里来雨里去送外卖 可知道我家拆迁后 彩礼钱从三十八万 直接涨到两百万 不管我说什么 都是态度不好 是冲他们好 随后就是女友的弟弟 对我拳打脚踢 我双手抱头 护住要害部位 拳脚落在我身上 女友的弟弟不断地咒骂着 他骂得特别难听 带上我爸妈 一点教养都没有 然而 女友的弟弟 当着全家人的面殴打我 辱骂我 他家的所有人 包括我女友都一声不吭 随着拳脚落在我身上 疼痛感刺激下 我的脑海却变成一片空白 可我非但没有分母 反而愈发冷静 女友一家应该是商量好的 任凭他弟弟对我拳打脚踢 连一句话都不说 这是Pure 彻头彻尾的Pure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一会女友的弟弟打泪了 停了手 就会有人上来安慰我 一个唱白脸 一个唱红脸 而他们的目的 就是从我家 尽可能多地掏更多钱 扶植心灵 我想明白这 一切后抱着头 蜷缩在茶几旁 避免受到重伤 果然 几分钟后 女友的弟弟 气喘吁吁地停了手 你干什么 女友的父亲 这时候才训职道 有你这样的吗 建国不是小气 她就是意识之间 没转过弯 我的心像是掉进 冰窟窿式的 冰寒无比 见女友的弟弟不打了 我撑着坐起来 抬头看女友 额角有鲜血流下 一半视野变成鲜红 女友低着头 在红色的视野里 宛如厉鬼 一家子的贪心鬼 要是就这么结婚 婚后我会被剥削成 什么样都不好说 甚至倾家荡产都有可能 最后我家的一切 变成她家的 要么被逼离婚 要么受着她家的冷言冷语 如烟 你说句话 我嘶呀说道 这是我给我女友 最后一个机会 可是女友 就像是没听到 我说的话似的 一直低着头 什么都不说 建国 也跟你弟弟一般见识 我知道你是一时高兴 没想明白 女友的母亲拉着我 很亲切地 和我摆事实讲道理 我没有走 他们一家人 对我的态度 已经激怒了我 要是就这么转身就走 她家人 肯定会败坏我的名声 而且 那样的话 简直太便宜了他们 我默默地听着女友父母 弟弟教训我 不管是白脸还是红脸 我很清楚 他们没一个好人 至于怎么做 我也渐渐想好 我给 我给 我坐在地上 抱着头 假装痛苦地哀嚎 你这孩子 这是说什么呢 女友的父亲 见我服软 开始和颜悦色地说道 他把我拉起来 按在沙发上 俩孩子打打闹闹的 下手也不知道个轻重 赶紧给你姐夫道歉 女友的弟弟 不服不愤地 说了声对不起 他们一家子乱糟糟的 我也没听具体 一种恨意 在我心底自生 是我从前瞎了眼 怎么会找到这种女朋友 不过幸亏及早发现 现在彩礼还没过 不至于和他家牵扯不清 麻烦不断 女友陪着我去医院 包扎伤口 我见他假装训斥他弟弟 心里冷笑 有这心 他弟弟打我的时候 他干什么去了 现在说 不觉得晚了吗 如烟 是我的不对 我诚恳地和女友道歉 我就是意识没想明白 真不是小气 我家就有一个孩子 咱俩结婚 我家的钱不就是你的吗 两百万也不多 给咱弟买个房子 再准备一下彩礼 他年纪也不小了 该琢磨结婚的事了 女朋友听我这么说 喜笑颜开 甜蜜的话谁不会说 又不是天生都是直男 只要不考虑以后 一切都忽然开朗 我的嘴像是抹了蜜似的 而女朋友哄得开心不已 转过天 我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接送女朋友上下班 和她家人处的关系 越来越好 不光如此 我还找机会 和她家邻居聊天 说我给了两百万的彩礼 还说当时我穷的时候 女朋友就跟着我 现在我有了钱 自然不能辜负她 而且我还表达出 要给女友父母 换房子的想法 没多久 我接送我女友上下班的时候 总是会有邻居出来搭话 羡慕地夸她家 找了个好女婿 我能看出来 她家邻居的羡慕 极度是真的 甚至有些人 还有隐约的恨意 这就是人心 我从前不是不懂 而是我把女友 当成我共度一生的伴侣 第一时间 和她分享我报复的事 但却没想到 她不这么想 只把我当成自动提款机 过了一段时间 她家人越来越骄纵 并没有把我当成女婿 而真的把我当成她家的奴隶 呼来喝去 讥讽挖苦的小话不断 我并不在意 只在平静地等待一个机会 几天后 我带女友去找了 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先生 算婚期 因为提前打过招呼 他说我们今年不能订婚 要冲煞 过了几个月 这期间女友家 一旦提出过彩礼 订婚期的事 我就会用先生的话敷衍过去 一天 我送女友回家 建国哥 我处了个女朋友 这几天要去买钻件 正好你和我姐也要买 一起啊 我一进门 女友的弟弟就跟我说道 一起 我知道她的意思 就是带个移动提款机 让我去付款 不过这正好是我 一直在找寻的机会 好呀 我还和你姐说 最近要买钻件呢 正好一起 我微笑说道 钻石横久远 一颗永流传 咱选个好的 女友的弟弟听我这么说 乐得合不拢嘴 我把他家一家人都哄开心了 这才回家 第二天我们一起去商场 女友的弟弟 挑了一家最大牌的店进去 一看就知道 他这是想要狠狠 得宰我一刀 不过我不在意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早就有准备 姐夫 你看这个钻戒怎么样 女友的弟弟 指着店里面的 一颗十万块钱的钻戒问道 挺好看 我点头回答 这个太大太贵了吧 都超过一颗拉了 他女朋友比他懂事 小心地拉着 女友的弟弟的一脚说道 两百万彩礼都给了 还能差个一颗拉的钻戒 女友的弟弟笑呵呵地说道 你要是没意见的话 就买两个 一个给我姐 一个给我女朋友 嗨 看你说的 服务员 干嘛呢 一个个的傻乎乎的呢 女友的弟弟 得意的招呼服务员 装上两个 就是这种一颗拉的 太小的我还看不上呢 他很得意 声音也很大 仿佛要让所有人 知道他一口气 买了两枚一颗拉的钻戒似的 等一下 我连忙拦住女友的弟弟 怎么了姐夫 女友的弟弟争了一下 一口气买两个 一颗拉的钻戒有点贵 要不然咱们看一下便宜点呢 女友的弟弟没想到最近这 段时间乖巧顺从的我 会这么说 结婚嘛 李子面子都要 但钻石这东西真心不实用 看个小一点的吧 我建议道 薛建国 你说什么呢 女友的弟弟 见店员的眼睛里 流露出来鄙夷的神情 他一下子火气就起来了 指着我鼻子骂道 我就是建议一下 你要买随你啊 我笑了笑 你给你女朋友 买个一颗拉的 你姐的钻戒 我俩在商量 把女友的弟弟 拱到一定的高度 他根本下不来 尤其是刚刚嚣张跋扈 店员早就心怀不满 现在他们的眼神里 流出的都是 鄙夷和不惜的神情 女友的弟弟 被我顶得满脸通红 他哪里有钱 拉着我 就是为了让我买单 别说一颗拉的钻戒 要是没有我那两百万的彩礼 他连零点一颗拉的钻戒 都买不起 薛建国 你 你 女友的弟弟指着我 气得手指发抖 我怎么了 我皱眉看着他 钻戒嘛 咱们买便宜点的好不好 如烟 女友一扬眉 建国 就买这个他很坚定 坚定地站在他那个 贪得无厌的弟弟身边 完全不顾我的感受 我看了他和他弟弟一眼 没争没吵 安安静静地转身离开 女友和他弟弟 一下子傻了眼 最近这段时间 我对他 对他家所有人的态度 谦卑到了极点 几乎是逆来顺受 说什么是什么 他们万万没想到 我在买钻戒的节点 忽然沉默 转身就走 我都能想到 女友的那个 不争气的弟弟 会怎么做呢 我估计他会憋着给我好看 不过这正是我想要的 我没拉黑 删除我女友的电话 微信 只是无论他发什么信息 打多少电话 我都不理睬 怒气蓄积着 晚上 赶在大家都在家 看电视的时间 我来到女友家 他家根本不给我开门 让我吃了一个闭门羹 我站在楼下 假装愁苦地抽烟 建国 又来送你女朋友啊 一个邻居看见我 友善地打招呼 唉 我叹了口气 怎么了 小两口吵架了 我摇了摇头 邻居顿时有了幸灾乐祸的表情 他连忙走过来 关切地问道 和大妈说说 一点小矛盾 大妈去劝两句就没事了 我知道他不是想劝 而是要看热闹而已 原原本本地把女友的弟弟 要一起买 两个伊克拉钻戒的事 给大妈说了遍 大妈被惊呆了 伊克拉高品质的钻戒 一枚十几万 两枚就是小三十万 这笔钱 他用力地咽了口口水 我叹了口气 小舅子也是 他买戒指非要那么贵 我就是想着给家里过 这么下来 我家的拆迁款也差不多了 大妈的眼睛都红了 他不听劝 非要买那么贵的戒指 就一枚戒指 不当吃不当喝的 我也不是不买 就是想着买个便宜点的 大妈傻乎乎地看着我 就像是在看也傻逼似的 我和大妈聊了很久 我熟络地跟她说了很多 最后信心离开 这种街坊邻居的大妈 最是嘴平不过 一件小事都能在一天之内八卦开 就别说这么大的事了 一枚十几万的戒指 早就让大妈的眼睛血红血红的 我估计等我走了之后 她第一时间就得把这件事散播开 又过了几天 我来到女友家 这回敲门 女友给我开了门 但面对的是一张张冷若冰霜的脸 他们这是给我甩脸子看的 我心里清楚 薛建国 这个婚不结了 分手 女友大声地吼道 这都是被我灌出来的 分手 我扫了一眼他家的人 冷冷问道 是 分手 你对我和我弟弟是什么态度 我是差你那点钱的人吗 我要的是你的态度 女友声嘶力竭地吼道 我以约看见楼上楼下有人影 估计是邻居们来看热闹 哦 那就分手吧 女友一家人本来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这次要使劲拿捏我一次 让我以后乖乖听他们的 没人想到我会冷冷地甩下一句 那就分手吧 我提前去农村找了个建台的老太太 平时经常给人半白是去哭的那种 给她拿了一千块钱 教她怎么说 说完分手 我转身离开 回家把女友住在我家的东西都取着 随后 叫那个哭丧的老太太 正正放在她家门前 老太太坐在地上就哭 眼泪噼里啪啦地流下来 那眼睛逼真的碾压国内饮食圈的明星 她坐在地上嚎哭 比女友一家人嚎哭的声音 大了无数个分贝 按照我交给她的 她哭诉着我对女友有多好 给了两百万的彩礼 还要给她家买房子 结果最后她哀嚎着 说我没有父亲 给了这么多都娶不到这么好的老婆 最后她还抄起鞋底 追着我打 一顿吵闹下来 鸡飞狗跳 虽然骂的不是女友一家 但却坐实了两件事 第一 我们分手了 第二 我们分手的原因是 她家要买两个一克拉的钻戒 离开后 我把剩下的钱给了老太太 打发她赶紧走 随后我拉黑了女友的电话 微信 从此 世界变得轻轻静静的 女友一家人要面子 刚开始的时候 绝对不会回来找我 这一点我很清楚 正好家里拆迁 我家搬去县里面的房子住 女友也根本找不到我 过了一段时间 我一哥们给我打电话 说前女友要约我吃饭 她很不好意思 建国 我没想到她找不到 你就找到我了 你说咋办 不好意思的是我 我笑道 给你添麻烦了 朋友松了口气 她试探着问道 不会出事吧 你可别被人打了 没事 现在是法治社会 真要敢打我 他们距离进去也就不远了 按照约定的时间 我去了女友 前女友订的饭店 她带着他们一家人来的 看见我走进来 前女友的父亲 热情洋溢地站起来 建国 建国 来了 我冷冰冰地看了她一眼 随便坐下 前女友的弟弟 也没精打采 要是从前看见我这样 她能直接跳起来 脸打呆骂 可现在她没了精气神 一句废话都不敢说 和她一样 前女友的父母的脸上 堆满了笑意 没说正事 先让我点菜 随便吃点吧 我看也不看菜单 别呀 咱爷俩好久没见 今儿一定要好好喝几杯 前女友的父亲 热情地说道 爷俩 我高攀不起 我冷冷说道 我的每一句话 都像是一把刀子似的 扎在他们的心上 前女友和从前一样 一句话都不说 低着头在戳气 她心里想的是什么 我一清二楚 在我面前装可怜 当时她弟弟 对我拳打脚踢的时候 她为什么不拦着 当时她父母 对我冷嘲热讽的时候 她为什么不拦着 当时要买两个 一颗拉的钻戒的时候 她为什么不拦着 一桩桩 一件件往事 在我心里浮现 建博 你看你 你们小两口 闹个别扭就闹 别当真吧 过日子 哪有马勺不碰郭炎的 前女友的父亲 满脸堆笑的和我说道 她没说一句 腰就往下弯一点 全然没了从前的傲慢 哦 我们已经分手了 说不上小两口 我淡淡说道 别呀 就开个玩笑 你怎么还当真了呢 前女友的父亲 母亲一口同声的说道 开玩笑啊 我拉长了音调 戏谑满满 但他们就像是 没听出来 我话里话外的意思似的 陪着笑脸 是啊 开玩笑的 过日子就这样 我已经教训如烟了 以后开玩笑 别这么开 没轻没重的 说点什么不行 非要说分手 对呀 建国 你说你们处了 这么久的朋友 眼看着要结婚了 别因为一两句 玩笑话就分手 不至于 不至于 前女友的父母 不断地撮合着 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 就是因为他们的贪婪 无耻 导致我们分手的 我微微一笑 是不是回头仔细一想 能拿出两百万彩礼的 女婿不好找 前女友一家人的脸 刷得一下子红了起来 文语重地 而且根本不为他们掩饰 建国 你看你说的 我们是在乎钱的人吗 我们在乎的是 感情啊 我微微一笑 要是那么在乎我俩的感情 为什么要忽然提高彩礼呢 前女友的父母同时欲色 她的母亲觉得尴尬无比 在桌子底下踢了她一脚 前女友抬起头 累眼惺忪地看着我 建国 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错了 我依旧保持着笑容 是不是觉得 因为两枚小钻戒 就丢了一个 能给你家拿两百彩礼的女婿可惜 我这话说到了他们的心坎里 可是话实说 有时候愤外难听 尤其是现在 气氛尴尬到了极点 我却丝毫不在乎 微微一笑 继续说道 你们家是不是觉得两百万 的彩礼能让你家鸡犬升天 甚至你们私下里会说 我这个傻逼的钱不拿白不拿 结果呢 因为你儿子的一个贪心 极非淡打 前女友的弟弟抬起头 他的眼睛里已经没了光 我知道我猜对了 刚刚的猜测是对的 他爸妈 甚至他姐不止一次地埋怨过他 没办法 本来已经准备好了彩礼 刚要给家里换个失去的房子 建国 现在也不晚 前女友的父亲善善地笑着 你放心 以后你们俩的事 我绝对不管 再也不会像从前一样 你要是心情不好 回家关上门 把如烟打一顿都无所谓 只要不打死就行 我的心彻底冷了下去 这是结婚吗 这是要彩礼吗 这特么是卖儿卖女 他的脸到底有多厚 才能说出这种话 对 建国 前女友的母亲跟着说道 我们说到做到 绝对让你婚后生活满意 如烟要是有什么地儿 让你不高兴 你跟妈说 不用你动手 我去打死她 前女友的母亲说着说着 伸手一把 掐在前女友的大腿 内侧的嫩肉上 啊 前女友一声痛呼 我微微皱眉 建国 你要是觉得还有什么不够呢 呸呸呸 是我们做得不到位的 你就直说 只要你能说出来 我们就能做得到 对呀对呀 小两口别一吵架就要分手 前女友的母亲见我没说话 仿佛看见了机会 她抬手就戳在前女友的嘴上 一颗牙飞了出来 前女友捂着嘴 眼泪噼里啪啦地掉下来 我让你说话没情没重的 分什么手分手 建国这么好的丈夫 你去拿找 现在知道我好了 我微笑问道 嗨 我们早都知道 前女友的父亲 错到我身边 她的腰已经弯了下去 脑袋几乎碰到了桌面 建国 你别和如烟一般见识 我要是非一般见识呢 我对前女友被他妈实在的 打了一巴掌的事 失热网闻 微笑问道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 这样 今天我给你解解气 前女友的父亲拿起酒瓶子 咕嘟咕嘟把酒倒满 小鹏 你别他妈装死 当时要不是你 非要给你那个 不三不四的女朋友 买什么钻戒 你姐和你姐夫 现在已经登记了 前女友的父亲骂道 前女友的弟弟 没精打采地站起来 她的脸色苍白 身子摇摇晃晃 看样子是最近的日子 过得不怎么样 给你姐夫认个错 你姐夫要是原谅 你这事就过去了 要是不原谅你的话 今天回家老子打死你 苦肉记啊 我笑眯眯地看着前女友的弟弟 他走到我面前 深深地鞠了个躬 姐夫 我错了说完 他捧起酒瓶一饮而尽 我翘着二郎腿 看他们演戏 对前女友的弟弟的道歉 不知可否 然而我的态度 却被前女友的父亲解读错了 他见我没有否定 站起来一脚 揣在他儿子的腿弯处 扑通前女友的弟弟 跪在我面前 建国 让他给你道个歉 前女友的父亲 一脸难堪地笑容 看着我说道 我还是一句话都没说 他脸色一僵 随后一脚 揣在前女友弟弟的后背上 赶紧给你姐夫道歉啊 你个狗杂种 别这么骂呀 狗杂种的话 不是连你们都骂进去了吗 我冷笑讥讽道 前女友的父亲 脸色顿时难看得要命 但两百万彩礼 一户市区的房子 还是占据了上风 肉眼可见 他强忍住心中的怒火 伸手按在前女友弟弟的头上 给你姐夫磕头认错 费特么 要给你那个小狐狸精 买什么钻件 他是过日子的人吗 你不买他第二天就跑了 前女友的父亲一边说着 一边把前女友弟弟的头 按在地上给我道歉 我微笑看着他们演戏 我敢保证 只要两百万的彩礼过给他家 不要一秒钟 他们肯定翻脸 前女友弟弟的头和地面碰撞 刚开始还是他爸压着 后来他干脆自己给我磕头 碰前女友的弟弟这次是拼了命 每一下都极其用力 每一下都像是要把地砖撞碎 别闹了 起来吧 我淡淡说道 建国 你原谅他了 前女友的父亲惊喜交加 没什么原谅不原谅的 我和如烟就是没缘分 本来都准备结婚了 非要闹出来买钻戟的事 前女友的一家人 脸色顿时阴沉下去 可惜 要是现在就好了 怎么说 前女友的父亲问道 我爷爷家也拆迁了 给了两千万 我爷爷把钱都转给我 毕竟我是他唯一的孙子 平时也孝顺 两千万 听到这个数字后 前女友的一家人都傻了眼 我能看见他们眼睛里的失落 失望 悔恨等无数情绪混杂在一起 收网 我不准备再虚与微移下去 站起来 看着前女友 如烟 是你提出的分手 我当时以为你在开玩笑 可你一直没找我 我就当真了 他们一家无言以对 就这样吧 我们缘分算是尽了 本来我还想着和你好好过日子 但这几天冷静下来想了想 我们的确不合适 建国 别让前女友的父亲哀求道 我说的是真的 我认真说道 不过离开我 你应该挺难找到合适的人了 做这个决定 我也很痛苦 就这样吧 我扫了一眼前女友和她家人 转身离开 这是杀人诛心 我在那段时间 对前女友好到了骨子里 她家邻居都知道 我要给他们过两百万彩礼 并且在市中心买房子的事 谁能拿出两百万 和市中心的一套房子出来 这还不算 估计他们到现在 都没想明白一切都是 在那天 我被前女友的弟弟 拳打脚踢后的蓄谋已久 未来的日子里 他们一家老小 都会生活在因为一枚 钻戒丢掉了金龟婿的悔恨之中 难以自拔 就算是以后有了新的女婿 我也会变成一枚钉子 钉在她家所有人的心上 再加上我爷爷拆迁后 给我的两千万 让这枚钉子变得愈发锋利 一切都是蓄谋已久 我已经能看到他们一家人 未来生活在悔恨中的样子 这样挺好 至于我前女友 只能助她一路平安 全文完